大家好 歡迎來到原始咖啡 我是俊元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一個特別的小道具 就是這個 這叫做冰蛋 那這個冰蛋 其實我在大概一年多前 應該就有看 有人在網路上分享過 但是因為它好像可以購買的通路比較少 所以我一直沒有看過實際的樣子 那一直到了這一次的咖啡展 今年的咖啡展 我才在現場看到這個冰蛋 他們在現場有在賣 有在示範 那我也試喝了 我覺得這個效果還不錯 蠻特別的 所以我就把它買了一個回來 那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個冰蛋 它主要是用冷水跟冰水 來萃取咖啡 那就直接來萃取出冰咖啡 比較就不用像我們之前 還要沖個熱咖啡再冰鎮 那我們之前有試過 直接用冰水沖咖啡的萃取方式 但是用那樣的方式的話 像我自己習慣在用 還是要先燜蒸的時候用熱水 把大部分的味道先把它 這個萃取出來 然後再用冰水去沖 而且那樣子沖出來 其實它的冷度 並沒有辦法到很冰 但是因為這個冰蛋 它這樣整個的設計的沖法 它可以沖很快速的沖煮出一壺冰咖啡 所以還蠻特殊的 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 那我今天準備的咖啡 這一次我們台灣阿里山的香香酒意莊園的日曬 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支咖啡豆 那它的這個粉 必須要磨得比平常大概一半的粗細 所以比如說你平常習慣用5的刻度 你可能就磨2.5或3 就是要讓它是更細的方式來萃取 因為畢竟它全程還是都是用冷水跟冰水萃取 所以比較細的粉可以幫助它的萃取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 好我們現在把咖啡粉加進去之後 這個冰蛋我們就是稍微 把它插在中間 讓它固定住就好了 有點固定住就好 那像我平常我會習慣先沖濕濾紙 然後再放咖啡粉 但是在用這個冰蛋的時候 我就不會先沖濕了 因為其實有時候濾紙啊 沾到水之後它的韌性會變比較差 那有時候我們在插這個動作啊 我會怕說下面的濾紙容易破掉 所以像在做這樣子的方式的時候 我就不會先沖濕濾紙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那也不用插很深 就輕輕的能夠固定住就好了 好那我們這個冰蛋在使用的時候啊 它先把外面那一圈 用常溫的水把它打濕 好那我們 也來計時一下好了 讓大家看一下這樣總萃取時間大約是多少 好那我們慢慢的呢 先沖一點水 讓外面這一圈的咖啡粉 先沾濕 然後我們丟一顆冰塊 在中間 好那如果放不進去沒關係 OK這樣可以放它進去 如果放不進去就靠在上面 那放了進去的話就放進去 好因為它口徑沒有很大啦 所以 就是盡量挑小一點的冰塊 好那我這一壺就是冰水 好那我們就直接往中間沖 那往中間沖讓它沖到整個滿出來 好讓它整個溢出來 好讓它溢出來之後呢 在整個粉的表面 好就水沿上來 好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呢 讓它慢慢的去萃取 好所以它的粉呢 是用非常細的粉 好來萃取咖啡 那跟我們之前做這個冰水 萃咖啡 它的效果我覺得還是有一點不一樣 等於是它這個是全程 都沒有接觸到熱水 那它這樣結構的設計也蠻特別的 等於是讓冰水啊慢慢的往下去滲透 然後去接觸到咖啡粉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它的這個水位有下降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慢慢的去補水 好那我今天就是希望說讓它的 萃取啊 我用的是15克的咖啡粉 好那我希望它的萃取就是比例可能我們 讓它萃取出大約 就是160克的咖啡好了 好所以我們注水大概注180 好用這樣的方式來試試看它的濃度 這個跟我們平常 在用熱的蔥的這個比例是蠻類似的 那我們用這樣來試試看說 這樣子做的冰的它的效果怎麼樣 好繼續沖 其實它萃取時間當然還是會比我們平常在沖熱咖啡 久一點 像我們平常在沖熱咖啡 我今天用的是HARIO V60的濃杯的話 大約是1分半到2分鐘之間就會完成萃取了 但是因為它畢竟是用冷水 所以還是要多給它一點時間 然後用比較細的粉 讓它慢慢的去萃取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其實時間已經2分多了 其實我們注水才注到大概一半而已 好 好 好 那因為我現在看它的那個水面啊一直沒有 表面好像是乾乾的 所以我讓它水再多一點 好 讓它有點滿出來 讓這個粉的表面也可以吃到一點水 好那我們現在看它滴出來的這個顏色 是比較淡 偏淡 它不會像我們平常在沖咖啡的顏色這麼的深 其實我們上次用冷水淬咖啡的時候 也是類似這樣的感覺 但是上次還更深一點 應該就是因為我們燜蒸那個階段 還有用到熱水來沖 但是我們這一次是全程都用冷水跟冰水 好 好 來 來加一點 所以 總時間是會 也是會拉的比較長一點 像我們現在已經差不多2分 3分 快要3分半了 好 那我們看到下面是這樣慢慢的用低的 好 其實可能還是要看每一隻豆子的狀況 可以 有些調整 像我今天是 平常我磨5個顆度來沖這隻豆子 那淺焙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變成用2.5來 來磨嘛 所以如果 等一下我們喝喝看 如果它的這個速度太慢啊 或者是說這樣喝起來的口感 有 比較不好的話 我們也可以再去粉的粗隙上 再做一個微調 OK 好 那我現在是看到 可能我一開始啊 它 擦的不是很正 或者是 它的水流的關係 就是我有一個角落感覺 好像是粉變比較少 好 那其他這邊都蠻多的 可能是我這個有點往那邊傾斜 我把它翻回來一點 好 看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好 來 那我再沖 所以它 這樣子的設計應該也是 去限制那個水流啦 然後讓冰水慢慢的釋放出來 然後跟咖啡粉 那我們會把咖啡粉磨到比較細嘛 用醬汁的方式來萃去 那我在現場看那個老闆 他還有用茶葉 茶葉來萃 那喝起來的風味也不錯 那所以其實 因為之前我對這個就蠻有興趣啦 但是我一直就覺得說 沒有看到實際的東西 我就沒有先用這個油垢的方式買 那我就想說趁這個展覽 可以看到實際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再來買 好 所以在現場我試過 覺得出來的味道還不錯 那我也想買回來研究 看看到底是什麼原理 為什麼我加了這個之後 它就可以有 比較好的萃取的效果 因為不然平常我們用冷水 在萃咖啡啊 它常常萃的效果 就比較沒有辦法萃出 咖啡的香味跟甜味 最後我一次把它注到我們要的180好了 好180 然後我們再等一段時間 讓它慢慢的去滴碗 那我們再來試試看它萃取出來的味道 會是怎麼樣 好我們現在看到它裡面 館子裡面差不多都流完了 就剩冰塊了 那我把它移開 那總共大概花的是9分半的時間 來讓它滴碗 那我來試喝看看 看這樣子喝起來的風味會是怎麼樣 好剛才喝過了這一個用冰蛋 製作的咖啡之後 我覺得它的口感跟風味 比較像冰釀咖啡 就是比較像我們用咖啡粉跟水浸泡 然後可能放在冰箱裡面 放一個晚上 這樣子過濾出來的效果 它其實咖啡的 我覺得花果香味 呈現得很不錯 那這支咖啡裡面 有像焦糖的這種甜甜的感覺 也都有呈現出來 那因為它用冷水萃取嘛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苦澀味 那整個喝起來 其實有時候用冷水萃咖啡 最怕就是喝起來太淡 因為冷水沒有辦法 把它咖啡的口感很好地萃出來 但是用這樣子冰蛋的效果 可能剛才我們時間 也真的是把它拉得夠長 它的整個口感的厚實度 我覺得也不錯 有呈現出來 那其實整個調性來講 我覺得真的是跟冰釀的咖啡很像 那但是你用這一個 等於是你可以在大概十分鐘之內 你就可以做出一壺這樣子的冰咖啡 你就不用像冰釀那樣 要等隔一天再把它過濾出來 所以用這一個來做 其實還蠻有趣的啦 蠻方便的 那不過因為我也是剛開始買回來再試 所以之後我再來好好的研究看看 它到底是什麼原理 或者是說我們用其他的方式 能不能達到類似的效果 就是快速的萃取出冰咖啡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它這樣子沖出來 它的顏色也是稍微偏淡一點 不過其實喝起來的味道 我覺得還蠻足夠的 不會好像就是變得水水的 或是太過淡的感覺 那這樣子的萃取 我覺得直接喝味道就蠻夠的 那如果把它冰起來 可能再放個兩三天 我覺得發酵一下 它讓它的味道有些轉變 應該也會不錯 之後有機會的話 我再來試試看 好那就是今天我們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在咖啡展 算是買到了一個蠻新奇的小道具 就是冰蛋 可以用來快速的萃取冰咖啡 那之後我們會有更多咖啡分享的影片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